老师倒不是怕红利终日郁郁寡欢 自此生活在哥哥们的阴影下 要真的论起来 还真找不出来 有几个人能比红利更能胜任乐天派的掌门人 老师担心的是 师父和红利不断地矫力 自己的耳根子没法清净 因此老师赶紧地召来了三胞胎 想给红利打一点预防针 也顺便叫红身和红风多帮衬着一点 不想老师刚一宣布完三胞胎明日得早起进宫读书 红利便跳出来反对了 我不去我不去 宫里一点都不好玩 话也不能随便说 路也不能随便走 憋死人了 老师拉长了脸说道 读书是正经事 怎么能由着你说不去就不去呢 红利说道 我回家读书 不在这读书 这就是你的家 这是京城 不是我家 老师没了耐心 拍了一下桌子 你皮咬了是不是 红利一点也不怕 给老师顶了回去 我明天就回家 找额娘去 老师一把拉过了红利 指着她鼻子说道 你额娘很快就回来了 你明天给我去老师的读书 听到没有 啊 那叫额娘将我的师父 也一起请过来 我还给她当学生 我不进宫读书 我才不要天天的都闭着嘴 不能随便说话呢 老师气急了 一巴掌朝红利的屁股 派了过去 哼 我看你是真前奏了 老师也没有真的用力 所以红利很有骨气 继续地大嚷道 我就是不去 红轩忙上前去 拉开了老师 红利和红风则赶过去 将红利拉到了一边 三个人一口同声地 劝老师别生气 老师气呼呼地 对红轩说道 拿家法来 我还真不幸治不了他了 红轩忙说道 阿玛 你别急 我回去和四弟好好说说 说完了 不等老师答应 便急忙地拉着红利出门了 红轩和红风见状 也想跟去 被老师留了下来了 有话要交代呀 老师啰啰嗦嗦地 说了一大堆 总之就是叫红轩和红风 进攻后 要认真地学习 多听少说 不准惹祸 要团结同学 不许打群架 最后还着重地强调 一定要做好 红利的帮扶工作 以二帮一 不能让红利 成为落后的分子 老师交代完后 红风问了句 阿玛 能不去吗 我也不想进攻 这段时间 我的膝盖都疼了 老师奇怪道 你进攻和膝盖 有什么关系 一会儿跪一会儿跪的 老师紧张地 跑到了门口 瞅了瞅 见没人偷听 菜送了一口气 对红风说道 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 听到没有 红风哭着个脸 在府里 也不能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呀 老师还没开口呢 红参说道 没外人的时候 可以说 对吧 阿玛 老师欣慰地点点头 儿子多了就是好 总有乖巧的 不想红参接着说道 阿玛 能不能还是请个师傅 到府上来教我们呀 老师觉得奇怪 按他的了解 不出意外的话 红参应该比红轩 更适合当学习委员的 怎么也冒这种话呀 为什么呀 老师很不解地问道 红参说道 公里的规矩太多了 老师板着脸 严肃地说道 你们也惯了 也该受受约束了 红风还想争取一下 被红参拉住了 阿玛 是不是 以后不论你说什么 我们都不能和你讨价还价了 就像花妈法叫你跪 你就必须得跪着 话都不能多说一句呢 老师还没有做出回答呢 红风就说道 阿玛 我不喜欢这样 老师听得心里发酸 说道 外面的规矩 你们得习惯 红参对红风说道 三弟啊 阿玛的意思是 让咱们在外面 做做样子就是了 回府之后 关起门来 该干嘛干嘛 是吧 阿玛 老师为难的点点头 红风 这才笑道 阿玛 你还有交代了没 如果交代完了 我们就去劝四弟了 老师甩了甩手 嗯 去吧 红参临走的时候 问道 那 那额娘 要多久才能来呀 老师注意到 红参用的是来 而不是回来 看来孩子们 对京城 都没有什么归属感 于是 老师有些体谅红利了 随后决定 和红参他们 一起去找红悬和红利 准备 做个慈父 也不知道 红悬给红利 说了些什么 正当老师 再见到红利的时候 红利的情绪 已经没那么 抵触了 但是 还是一脸的不高兴 红参和红风 见状便说道 阿玛 四弟马上就要答应了 你别急 要不 你先回府房等等 老师叹了口气 冲红利招了招手 柔胜的说道 红利 你过来 红利走到老师的面前 撅着嘴 没有说话 老师摸了摸 红利的头 说道 在上书房 你想干嘛就干嘛 喝在家里一样 只是有一点 少说话好不好 红利想了想 没答复 老师又说 咱们家呀 可能得在京城里 待好几年了 你总得习惯 是不是 总不能让你一个人 在安居岛吧 红利和老师一个模样 是顺毛驴 如果硬逼着他做某件事吧 那肯定会闹得天翻地覆 还是没个结果的 但是如果听人说说软话 一下子就讲道理多了 果然 红利妥协了 大哥天天都去上书房读书 我不要像他那样 我要上五天 休两天 阿娘说了 那叫 劳逸结合 老师 不由的埋怨上了齐木格 没事 坏什么规矩 还找些歪理出来做佐证 真真是过分的 不过最终 红利没有坚持 一周四十个小时学习制 因为红参说了句 让老师非常郁闷的话 子弟 这是阿玛做不了主 是黄马法定的 你忘了 阿玛怕黄马法的 就好像浩子见了猫似的 晚上老师做了个梦 在梦里将齐木格 好好教训了一顿 太过分了 这规矩能随便改吗 上个学还要休息 想交出一群败家子啊 在梦里 老师很威风地 捍卫了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不过第二日 老师便要和康熙对着干了 这次倒不是为了三胞胎 老师还没有弱智到 让康熙去改上书房的 作息时间 今儿一早 老师没有亲自 送三胞胎上学 叫洪轩一并带去了 反正洪轩要下午 才能到户部跟着办差的 下午 老师和洪轩在户部碰头 知道红利来了个开门红 用一手比同龄人 稍微漂亮一些的大字 征服了康熙 给他们指定的启蒙老师 老师很坏地问道 那你出宫的时候 瞧见他们的师父没 洪轩笑道 见着了 师父说弟弟们表现都很好 老师不大相信呢 都很好 洪轩点了点头 笑着没有作声 老师很快地 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虽然自己读书的时候 也是作弊的高手 但这并不代表 能够容忍三胞胎胡闹 准备晚上动用家法了 当然 教育后还得采取防范措施 老师正想着 是不是让人在三胞胎衣服 醒目处 绣上他们的大名 以防患于未然 就听洪轩说道 奥猫一位娘娘赏给我两屋里人 老师愣了 打量了一下洪轩 是啊 洪轩已经十三了 自己十二的时候 就有屋里人了 十三岁的时候 燕红都跟着他了 洪轩屋里 是该有人了 但是 因洪轩一个人在京 齐木格早就放话了 不准洪轩小小的年纪 那什么屋里人 老师当时 颇为不以为然 认为齐木格 有些无理取闹 齐木格也没说什么大道理 说小小年纪 就冻起了花花肠子 对身体不好 这是没法取信于老师的 老师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 身体倍儿棒啊 虽然 齐木格只是淡淡地说 我不想洪轩日后为难 老师想了想 嗨 也只对你一个人好 不见到洪轩 会对他媳妇双俗双规啊 齐木格说 等他带了定了姓 如果他喜欢三妻四妾 我也不说什么了 可是万一他和爷一样呢 老师觉得 好像是有可能性的 毕竟言传身受嘛 如今孩子们 可能都是世子 不让府里尽小妾的 所以随后 同意了齐木格的观点 因此 听洪轩这么一说 老师立马问道 你怎么想的呀 洪轩红着脸 阿娘早就发过话了 老师说道 你若想守着一个人过日子 阿门就帮你推了 你若是没有拿定主意 但日后能狠得下心来 学周围那些人 对失宠的小妾不闻不问 那就接了 你阿娘那儿 我去说 洪轩想了想 阿玛 不知道日后会怎样 但是现在 我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老师也没有废话 叫洪轩在户部里盯着 自己跑进宫 找康熙去了 一飞赏的人 肯定是跟康熙通过气的 毕竟洪轩不是她一飞正经的孙子 所以老师直接去找管事人了 当然 老师先汇报了一下工作 然后顺口的提了这么一件事 不想 刚一开口 说洪轩年纪还小 康熙就垮了脸 宗室子弟 谁不这样啊 老师发什么愁啊 老师也没傻乎乎的说 不能让这个通房丫鬟 妨碍到洪轩未来可能的小幸福 而是说 洪轩刚开始学着办差 不能让杂事分了他的心 这两房通房丫鬟 就先在府里学学规矩 等洪轩差事办完 再到跟前去伺候 老师准备用拖子绝 康熙不以为然 他是朕亲手交出来的 如果连这点定力都没有 也就不用再借什么差事了 老师拿硬气的康熙没奈何 只好去捏软柿子了 于是一到下班点 老师就走了 留下洪轩带了一干人等 熬夜加班 不过老师也不是去悠哉悠哉了 一回府 茶都没有雇上喝 就命人将那两个女的叫到跟前 老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两人的容貌 见这两个人都不是狐媚相 却都是透着一股子的可爱劲儿 就知道 一飞是用了心的 看来啊 明天还得进宫 给一飞说声谢谢 但是老师对他们 还是不假颜色 声色俱立地警告 他们要老实地 跟着嬷嬷学习业务 少打歪主意 若是坏了阿哥 直接一棒子打死 扔出去聊事儿 两通房都是内务府 包衣处生 家里也不是实权派 全都指望着他们混出个人样来 提携一下兄弟呢 所以 今日被一飞叫去 二提面令了一番之后 心中都是暗息 红轩可是康熙最喜爱的皇孙 前途无量 家之奇木格又不在京里 肯定没人给他们下避云汤药 他们若是运气好的话 能抓紧时间一举得难 那这辈子依靠可全都有了 没想到 当家主母不在 按职责划分的话 本该不插手内宅事务的老师 竟然出面了 两人顿时如熟酒寒天 被泼了一盆冷水啊 老师威胁了他们之后 还叫来红轩身边的嬷嬷 好声叮嘱了一番 安排后 老师想起自己当初的心路历程 还是有些不放心 于是又跑到红轩的屋子里 视察了一番 然后做出了指示 从即日起 让三胞胎和红轩几一个抗 美其名曰 让红轩争分夺秒的 辅导三胞胎工作 嬷嬷们呢 虽然担心三胞胎 将红轩给挤到地上去 但见了老师的脸色 愣是美感之声 老师忙完了这些之后 才腾出手来 准备收拾三胞胎了 三胞胎第一天上课 就摊上了繁重的家庭作业 因此一回到府 就跑到他们的小厨房里 高叫闭魔伺候 听门老师传唤 三胞胎都有些不情不愿的 也没管那么多 头也不抬的 告诉传令的人 告诉阿玛 我们忙着呢 写完作业再去找他 于是老师便只得亲自去了 三胞胎虽然奇怪地 看了眼老师 但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笔 给老师行了个礼 然后才由洪参出面问道 阿玛 师傅留了好多作业 让我们先做完了 老师找了个凳子坐下 淡淡地说道 作业不急 做不完就算了 洪参嗡声嗡气地说道 阿玛 没做完 你去跟师傅说呀 老师看了他一眼 嗯 我去说 三胞胎都愣了 过了一会儿 洪峰才问道 阿玛 有什么大事吗 老师一脸地严肃 来 你们给爷说说 今天在上书房 都做了些什么呀 洪参忙捡了个重点 说一去师傅 就让他们写字 然后表扬了他们 然后又问他们 学过了什么 知道学过三字经 还没有学完 就接着教他们 然后又得到了表扬 云云的 不过当洪参开始说 下午午学课的时候 老师打断了他的报告 你们都得到了表扬 洪利也得到了 洪利没有吭声 洪参和洪峰互看了一眼 也没有说话 老师一拍桌子 严厉地说道 说 洪利是不是也得到表扬了 洪利缩了缩脏脖子 阿玛 二哥和三哥帮我了 洪参忙说道 阿玛 我们下来要教四弟的 真的 我们教不会 还有大哥呢 四弟绝对不会 不会落下功课的 老师本想质问他们 这么干呢 只能害了洪利 他们是不是 是想让洪利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呢 不过当听他们说 接下来给洪利补课后 老师便换了个教育的角度 老师冷冷地看着他们说道 爷今天就告诉你们 爷希望你们走到哪儿都能得到一片的赞 但是也可不希望你们打小就得到气气哄哄的弄去作假 说今儿礼带淘江是谁的主意 老师拿诚信开了刀 准备告诉他们诚实是利人之本 不想洪利却笑声地说道 阿玛 你以前没说过我们呀 洪锋芒说道 上次在太和殿也是这样了 你还夸了我们的 老师尴尬了 的确自己没有立场来教育三胞胎 平心而论 他早知道三胞胎喜欢搞这个把戏 但是认为无声大哑也就没管 当初齐木格还说不能做事不管 否则三胞胎不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 但是老师却劝阻了 哎 由着他们吧 好不容易三人长得一样 还不希望他们利用这优势 反正又糊弄不了咱们 而当三胞胎在康熙面前玩这手的时候 老师的心中是暗喜的 巴不得立即告诉秦木格 嘿 瞧 也有多英明啊 但当三胞胎在上书房又顾忌重演 老师知道三胞胎这条路好像是走得有些远了 不能这么放任三胞胎了 但是没想到三胞胎很不给面子 直接生斥了 你这个当爹的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干嘛今天要找茬啊 老师很庆幸 幸亏没一上来 就拿着戒指冲着三胞胎一顿猛揍 否则呀 自己这个当阿玛的 在三胞胎心中怕是再无形象了 尴尬的老师想了想说道 你们兄弟互相帮扶 阿玛很高兴 真的 阿玛希望你们这辈子都能这样 老师准备对三胞胎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红利这个愣头心却还在继续的接老师的短 那阿玛为什么还拍桌子 明明生气了吗 老师冲红利招了招手 来红利 你过来 红利一脸的疑惑 走到了老师的跟前 阿玛 老师露了个亲切的笑容 拉住了红利的胳膊 说道 红利 今天师父夸你 你可高兴啊 红利摇里摇头 夸的又不是我 可是师父 以为夸的是你 上书房的同窗 也以为夸的是你 你黄麻法知道了 也以为你是好学生 那也好啊 我还能混到赏赐 又不吃亏 这世道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总有一天 大伙会知道 你们玩的把戏 到时候 你如何自处啊 嗯 他们 分不出我们来 阿玛以前也分不出你们 你大哥也一样 如今不都分清了吗 我不用了 你不要杀得了吗 我记得了吗 感谢观看